Kyoko TV 杏子土产店 本日推荐 大家好,我是哈日杏子 欢迎收看杏子土产店 今天杏子要为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可爱的伴亚 那就是哆啦A夢最爱吃的铜螺烧 铜螺烧在日本到处都有卖 像超市或者是便利商店 不过好吃的铜锣烧到底要去哪里买呢 还有铜锣烧上面如果有印上哆啦A梦的图案 是不是看起来更好吃呢 杏子曾经在盆子F博二雄博物馆 买过印有哆啦A梦图案的铜锣烧 那个也非常的可爱 不过要专程去川崎式的博物馆才买得到 今天杏子要为大家介绍就是这一款 文明堂出品的哆啦A梦的铜锣烧哦 你看盒子超可爱的 还有一个哆啦A梦 还有他的妹妹哆啦妹哦 那哆啦A梦的手上就是这个铜锣烧 盒子的侧边也很可爱 这个呢除了卖一整盒之外 也有卖一个的 不过我觉得买一盒带回家做纪念呢 是还蛮值得的哦 他这个是从侧边打开的哦 好可爱哦 连这里都有图案 好多好多哆啦A梦 好把拉出来 这个抽屉式的盒子 好可爱哦 当当 里面总共有五个铜锣烧 哦好可爱这个 来看一下哦 他的包装是这样子哦 这边有哆啦A梦的图案 然后连铜锣烧的上面都印有正在吃铜锣烧的 多拉A梦 是不是很可爱 好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好了 好打开了 是不是哆啦A梦呢 好可爱哦 你看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有包红豆馅 多拉A梦 正在吃铜锣烧 好香哦 这样小小一个 看了会令人觉得很开心哦 我们现在打开里面 哦 它里面包的不是那种红豆颗粒 而是红豆酱 来吃吃看好不好吃哦 铜锣烧的外皮啊 就是吃得出鸡蛋的香味 内馅呢就是红豆馅嘛 甜甜的 很好吃 整体来说的口感呢 是很湿润的这一款 好吃又可爱 这个很适合拿来送人 或是自己当下午茶的点心哦 虽然性子不是多拉A梦米 不过我看到这个也忍不住买了 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哦 我看他这里面有写说 他的原料有加了蜂蜜 就是他的外皮 应该是有加蜂蜜去调味 日本文明堂呢 是以出蜂蜜蛋糕闻名的哦 那他所出品的这个铜锣烧 想必一定非常美味咯 镜子刚刚吃过之后非常的满意哦 真的很好吃耶 一下子就把一个吃完了 那这个铜锣烧除了刚刚那样单吃之外呢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 就可以在铜锣烧旁边 就是放上冰淇淋啊 水果啊 鲜奶油 或是淋上巧克力酱 草莓酱等等来做装饰 做一个下午茶的拼盘 这样的话呢 小朋友看到一定会非常开心哦 超可爱的 哆啦A梦铜锣烧 大家喜欢吗 关于铜锣烧的贩售情报呢 大家可以看影片下面的说明文哦 哆啦A梦的 哆啦鱼鱼 推荐给大家哦 拜拜 欢迎到杏子的脸书 按赞加追踪 就可以获得杏子最新动态情报哦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信息频道哦 Kyoko Channel Kyoko Channel 登録してね 欢迎订阅信息频道